都说宁愿相信世上有鬼 也不愿相信男人那张破嘴 有些男人 他们只会利用花言巧语 去骗取女人的同情心 事后和女人发生关系 他们就会拍拍屁股走人 根本就不会付出相应的责任 但是像这样的男人 注定他们一生都不会得到幸福 然而也有一小部分的男人 当他们真心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 情到深处就会这样称呼女人 并且这些称呼当中 都蕴含着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爱 一 直接喊名字 现如今很多人 他们都会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 虽然在外人眼中觉得 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欢的 因为他们觉得如果真心爱对方 绝对不可能直接喊对方的名字 但是只有亲身亲力的两个人 才能够知道其中的奥秘之处 当一个男人情到深处 喊一个女人的时候 就能够看出男人他有多么的爱对方 他觉得再华丽的言语 也比不上自己内心的欲望 所以他就会从最普通的开始做起 当他在称呼对方名字的时候 他的内心充满着很多的喜悦感 因为当他在称呼对方名字的那一刻 就能够判断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有多么的密切 啊 亲爱的 当为一个男人情到深处 他就会主动的去喊对方亲爱的 虽然这个称呼 在现如今生活当中非常的普遍 但是只有一个真心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 才能够体会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含义 当一个男人喊对方亲爱的时候 就能够看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甜蜜 同时也能够证明对方对一个男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然而他也是男人最亲近的人 所以男人会不顾一切的去把他追到手 并且和他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 男人都愿意对他不离不弃 因为男人心目中知道 当初女人不顾家人的反对 一心一意跟着自己 所以事到如今 他也不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去辜负他 三 老婆 老婆这个称呼只是对于那些结过婚的夫妻 当一个男人情到深处 喊对方老婆的时候 能够突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 并且他们知道 如何去经营一段成功的婚姻 我们都知道 不管夫妻二人之间感情再好 他们也会为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而发生争吵 但相对于这种夫妻来说 即使当时两个人吵得非常激烈 但事后他们都愿意主动去和对方求和 因为他们知道 在茫茫人海中 能够遇到一个和自己情投意合的人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他们也非常珍惜这份感情 当一个男人喊对方老婆的时候 也能够突出男人对女人的爱 像这样的夫妻 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的好 所以从来都不会去在乎别人的眼光 四 老婆子 我们都知道 女人在生下来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她能够活多久 所以像那种走过无数岁月 最后还能够在一起的人非常的稀少 当有一天 男人情到深处喊一个女人老婆子的时候 不是说男人嫌弃那个女人有多么的老 而是男人觉得 当初两个人经历过艰难险阻 却一直牵着对方的手都不愿意放开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这些成就 并且这个男人在喊女人老婆子的时候 能够突出男人心中有多么的在乎对方 并且他想和这个女人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依然不离不弃 以上就是一个男人 情到深处对女人的称呼 每种称呼都表达男人对女人不同的爱意 所以那些结过婚的夫妻 不管你们两个人结婚有多久 也不管你们现在年龄有多大 都不要忘记 时常从一件最普通的小事做起 因为都是说人老不可怕 心老才是最可怕的